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继续来帮你说明 这个Android里头呢 在哪里表现的 这一个反向调用呢? 非常的多 因为Android是应用框架 那它里头含有很多抽象的 类别呢? 所以呢都会摆上了一些 异色的行为 而且呢 它也时时刻刻 要进行反向的调用 调用这个类类 就是我们的AP AP里头的类类 调用它的 override 复写的函数 复写的函数 那这个 抽象类别呢 的预设行为 和反向调用 就只是应用框架里头的三个主角 三个主角 所以慢慢的 你现在已经了解了 抽象类别 也了解了预设行为 和反向调用 因此呢 那你就直接变成框架的高手咯 所以 Android里呢 不仅含有各式各样的抽象类别 而且也有各式各样的预设行为 还能够 顺畅的反向调用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Android的框架 那 在Android的UI 框架里头 最 出名的 就是这个Vue的类别 那么它本身 构成一个Vue的类别体系 那各个 你在这个体系当中 各个类 都 复写的 On-Zor 这样的一个函数 让Vue的 类别继承 的 复类 让Vue的复类 能够顺利的反向 调用 类类的 On-Zor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 看这个 例子 直到 好 我们直接看代码 直接看代码 所以呢 这是AC01 就是Activity OK 就是Activity 那我们现在 直接来看Vue OK 现在 MyView呢 是Vue的类 MyView呢 这是 Vue 这是Vue的类 类 固类 然后呢 这里一个类类 这是MyView Vue 这是类类 OK 这是类类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个 这个类呢 Override 就是 互写了 一个On-Zor的函数 所以这意味着 我们的 这一个 Vue 那么 那么 有一个函数 叫做 这一个On-Zor On-Zor On-Zor 然后呢 MyView呢 把它 覆写了 覆盖了 它也写了 它也写一个On-Zor 想来取代它 对不对 那这里头呢 就是有代码咯 这里头当然也有 它的 预设的行为 它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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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么可以看得出来 这Override Override OK 那么 它 全部盖掉了 它把 附列的 这一个On-Zor呢 这预设行为呢 把它盖掉了 因为它没扣它 OK 好 那事实上 在提供给你更多细节的资料 在Vue里头呢 还有一个 叫做Zor 的函数 Zor的这个函数 OK 还有一个Zor 这个函数 那Zor 这个函数呢 里头的代码 是这样写的 是会扣 On-Zor 好 就是这一个 啊 去扣这个 到Android的平台 这其实来讲就是 Android背后有一个Window Manager Service 好 那这Window Manager Service呢 它会 来 调用 这个Zor 好 那Zor呢 他会来调用 On-Zor 但是On-Zor呢 因为被Overwrite了 啊 被他Overwrite 好 那他 所以 这一个Core on-Zor 这一个Core on-Zor呢 他 就来Core他 就Core到他 这个就没有被Core到了 对吧 好 我再说明一次 好 主要这是Window Manager Service呢 那么 接到了 UI 的事件 那么 他会来 啊 这一个 Core做 啊 那 这个UI相关的事件 有包括呢 比如说 Set Content View 啊 或者是 我们按了一个按钮 然后呢 等一下会看到 Resort 等一下再告诉你 啊 怎么会 所以 让他 按了按钮之后呢 那么 会 来画图 OK 所以 这里是 Window Manager Service呢 那么 他会来 调用 这个Zor 啊 调用Zor Zor在调用On-Zor On-Zor 在调用到 子类的On-Zor OK 那 这个就是因为Overwrite 所以呢 创造的 反向调用 创造的反向调用 OK 好 那 我们现在 来看 这一个 啊 来看这个例子 看 先看Activity 这里 看这里 啊 你看 当这个UI的事件 有被Click 被按的时候 他就会来 啊 Call这个 Resort 啊 那MV呢 是什么 MV 就是 这个的 MyView的对象 你来看一下 啊 MyView的对象 在哪里 哎 MyView的对象 在这里 MV 啊 这是New一个 MyView 啊 所以New一个 MyView的对象 啊 然后呢 MV指向他 给 New一个 这个对象 啊 New一个 啊 New一个 这个 类的 啊 这是类 啊 画一条线好了 这是类 然后呢 他会New一个 啊 New一个 啊 这个 MyView的 对象 啊 一个 MyView的对象 然后呢 會MV 来指向他 啊 参考他 OK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 MV Resort 就是 送一个Message 给这个对象 叫他去执行 Resort 所以呢 他就来 啊 就执行到 这里的 Resort了 啊 就执行到 啊 这里的 Resort OK 执行到这里 这个函数 OK 那这个函数呢 的内容就是 Invalidate 这Invalidate 是什么意思呢 啊 那这个Invalidate呢 而且是This 那自己又没有 那表示是在负类 表示定义在负类 在View里头 所以呢 啊 的确 View里头有个 啊 可以送Invalidate 所以呢 MyView 他就扣他 啊 扣这个Invalidate 就是有人按按钮的时候 那么他就扣Invalidate 那Invalidate呢 啊 其实他是 啊 可以讲他是跑到这里来 啊 跑到这里来 OK 好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会再往底层的 Surface Fringer 去调用 就把画面 啊 把它 换新了 就会取得呢 不是把画面换新 会取得一个 新的画布 啊 新的 这个 这个画布 回来 所以呢 那就 他这个时候 就在 扣桌 啊 就是 Invalidate 那再把这 Invalidate的扣到这里来 再把它 透过 Service Fringer 去取得新的画布 然后呢 再把画布送回来 再把 Cables 送回来 再扣 再一次 所以 又再画一次了 OK 好 画完了 对不对 啊 画完了 那么 就停止了 那User呢 再来按键 再按一下 啊 User按一下 对不对 那么 他又来 这一个调用 啊 Resort 啊 按一下 又来调用Resort 在这里 啊 这次按一下之后 它On Click就被调用 它就再一次的Resort Resort呢 啊 这个 Resort的部分呢 那么 它就 再一次的Code Invalidate Code Invalidate 那Invalidate呢 再来 啊 叫它 把画面换一下 那新的画布送回来 对不对 啊 因为它有两张画布 再交换 所以呢 那 这一个下来就是交换这个画布 把这个新的画布送回来 那就在新的画布上面画图 画图之后 再Invalidate 然后 再来再换一个新画布 那就两个再交换 OK 所以它的一个过程呢 就是这样子的 那 那这样的一个循环 所以 UI上面就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然后这边一直反向调用 一直反向调用 OK 那这个例子呢 那就是它的执行的过程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MyView 之类 互写了OnDraw的函数 因此呢 创造了反向调用的机会 当我按下Button的时候 那 它就会来 Code 这个Resort 因而 调用到 View的Invalid的函数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就是调用 这个 Invalid的函数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来 Code到WMS 叫WindowsManagerService 还有ServiceFringer 然后换了一个 新的画布 再送回来 再 入围之后 然后就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OK 这里是在讲这样子的 就是 就反向调用到MyView的OnDraw 因此呢 就 产生了 反向沟通 所以就再画一次画面 那如果你没有定义OnDraw的时候 那么 啊 它只会执行 View类别的OnDraw的 这个 预设的 惯例行为而已 OK 就没有 为这个MyView 而特别的 啊 说明 要 画什么图 OK 所以 在我们刚刚这个例子呢 啊 那是 啊 有 有 有写这个OnDraw 所以它就依照 这个 这个来画图 对不对 那如果这里没写 啊 这整个都没写 那它自动 以这个 View的 这个 默认的 函数为主 它就抠到 View的OnDraw OK 那 这就是 Android的 反向调用咯 好 那我们待会呢 就来谈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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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